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又是我 在南京过来上海 现在一看就知道我去了哪里 我就是来了这个京路 今晚我们打算去外滩走一走 这个南京路博人家 我之前都来过不少一次 但是第一次 遇到这么安静的状况 现在已经是8点多钟 可以看到的人流 其实不算大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 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都不出去旅游 出去旅游也不会很刻意去 很多人的地方 其实在南京东路地铁口到和平饭店 这段步行街 是重新设计过的 因为以前的人都走在行铁道上 中间这里是一条 双向车袋 今次过来 就已经看到是铲平了 变了整段路都在和平 变了闊落了很多 亦都站立了很多 现在在我身后 就是外滩的其中一栋标志性的 建筑物和平饭店 其实在和平饭店 我在这里住过一个星期 房间的布置 设施 还有装饰 其实是相当漂亮的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博物馆 你可以参加酒店组织 会带你参观一下酒店 从一楼到最高的地方 包括会议厅、中餐厅 都会让你参观 现在在我后面的一条 叫外白道桥 其实这里是外滩的起点 这里这段是 zur Gina 就是這個外滩 按下要外滩道桥 然后下面就是外滩道桥 跨那条河 都叫苏州河 上海的母亲河 再谈谈谈谈谈谈岸 最后代表叫外滩道桥 其实其实很有趣 按照美人来说 怎样叫外滩道桥 白就是不用付钱 在外滩,就不用付钱 所以有一条的景uckle 而是外滩道桥 所以叫外滩道桥 外灯在外白桥到東方雙旅 一共有十多棟高大的西式建築 每棟建築都有一種或幾種風格混合起來 如何說好呢? 外灯這個地方早上是用夜晚去看 都挺漂亮的 其實今時今日外灯的建築都是有用的 不過很多是銀行總部 你可以上去的只有幾棟酒店 還有一兩間高級西餐廳都在上面 今晚真是一波三節 首先在外灯下雨 然後下雨又繼續在那裡走 然後回到酒店 發現管道經過房間 嘩!真的吵得不得了 所以馬上到前桌上問有沒有房間換 不過... 雖然換了房間 本來是六樓的 加上七樓 其實這個房型 其實我是最喜歡這種房型 因為它顯得更加緊湊和簡潔 說起這間酒店 我就很有必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而這間酒店 就是烏達克最後的作品 誰是烏達克呢? 然後烏達克這個人 就在上海有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因為它設計了很多很多很出名的建築 在上海 包括這個武漢大廈 國際飯店 還有這座建築 這個是以前的一個公寓 它離開之後就變成酒店 就變成這樣 其實說回剛剛的那段影片 其實我猜會會有些觀眾 會看到 嘩!你究竟是說外灘的酒店 說這邊的酒店 只是去介紹一下外灘的 其實為什麼你去外灘 和你去看一個比較高位的去看外灘 其實是兩種不同的感受 加上外灘這邊 有這麼多的歷史建築 這麼漂亮的歷史建築 其實如果是可以親自上去看看 去感受一下那個感覺 其實是很棒的 那好吧 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麼多 今次就說了南京路和外灘 我們明天繼續 我們下一集繼續 多謝大家收看